中国外交部有关部门负责人日前表示 中国各驻外使领馆将在2月1号起 实现护照全球通办和取消对海外中国公民护照遗失 被盗或损毁后申请补发护照的限制条件 两大便民举措 据介绍今后海外中国公民可向中国任何驻外使领馆 申请护照换补发 如果是换发仅需提供原护照 国籍状况声明书照片和申请表 如果是补发并提供遗失或损毁情况说明即可